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家修持五戒 五戒 在日常生活中要用智慧去解决一些问题 可能会碰到犯了五戒中的妄语 如果存善念去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或人际间的矛盾而犯了妄语 甚至其语 这样是否仍会造成业障 善念和妄语如何选择 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在人间有时候免不了 有时候会讲一些妄语 但是这个妄语有一个原则 对人造成伤害的妄语 你是犯大戒 如果不对别人造成伤害 只是为了掩盖自己一些问题 那这个妄语就是小业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然后如果是一个为了帮助到别人 而且出发点本身不是妄语 而是为了让人家减轻疼痛啊 怎么样啊 实际上他这个性质已经变了 他已经不称为妄语了 明白 明白吗 不称为妄语就不会有业障 称为妄语就会有业障 比方说为了真的照顾到别人做善事 妈妈不告诉他什么身体不好什么 对不对啊 你说这算妄语吗 他为了真的全心全意为了妈妈好 对不对啊 他没有造成别人的伤害 没有造成妈妈的痛苦 反而让妈妈能够心里觉得平衡 没有生什么重病 像这些 所以过去讲叫善意的谎言 实际上善意你就不称为谎言 明白 你要么就是善意 要么就是谎言 如果还是谎言的话 你就有业障 如果你分析他的性质是善意的话 那就不称为谎言了 大家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快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